周笔场发了张自己的素颜近照,网友,一看就知道没整容。 周笔场发了张自己的素颜近照,网友,一看就知道没整容。 现在好像特别流行发自己的素颜照,很多女明星都在微博上发啊,好像就为了证明自己天生励志。 最近周笔场也发了自己一张素颜自拍,比起其他人来说,周笔场这个素颜照似乎更加耿直啊,因为他甚至是都没有给自己美个白。 皮肤看起来有点黑黑的,滤镜似乎只是用来虚化背景。 对比其他女星这种素颜照。 嗯?周笔场不愧是出了名的梗石girl,根本不想耍小女生的小心机哈哈哈哈。 不过话说,有网友看了这张素颜自拍,却看到了不得了的信息啊,觉得没有化妆的周笔场,还是以前的样子,根本不像是整过容啊。 讲真,之前有段时间关于周笔场的整容传闻还真的是挺凶的,一会儿说她脸竟然和杨敏一样小了。 一会儿说她撞脸流湿湿。 周笔场自己都很无语,干脆在镜头面前调侃,对我就是整了。 还说什么她本来想照着杨敏整结果整成了刘石师。 看着自黑一点不手软的样子,应该也是对这件事情相当的无奈啊,毕竟这个事情真的回应好多次都无过,所以干脆破冠破摔了吧。 但是讲真,周笔场的脸还真的是因为妆发变化以及每次拍摄,修片,才会导致看起来不一样的吧。 像这种照片,傻子应该都知道下巴是后期修出来的吧。 还有这种,明显就是换发型如换脸的效果。 离开了PS和特殊装发效果,周笔场的脸型还是那么大,一笑起来,肉感超强的,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下颗线。 前不久周笔场被邀请去参加了某款走秀,可以说也是力证了他没有整过这一点了,毕竟脸还是那么方啊。 比起旁边那位,他的脸也并没有小多少。 稍微抬起下巴这张。 和从前简直是如出一辙。 所以我还真看不出周笔场到底是整了那里。 话说,周笔场似乎从来也不卖颜值吧。 人家从头到尾都是在认真唱歌,整天揪着整容,换脸的人,真的可以洗洗睡了好吗? 看吧你给闲的,一天就扯淡。